欢迎来到星星频道,请点击订阅并关注,获取最新资讯。 李沁耳边三花手拿团扇,展现女性东方之美,网友表示轻心脱俗。 在光影交错的舞台背景之下,李沁以她独有的方式,悄然绽放了一场关于东方之美地盛宴。 近日,李沁工作室在社交媒体上大访,分享了一组令人惊艳的活动美图。 瞬间吸引了无数目光,网友们纷纷赞叹,李沁的气质,真是美爆了。 在这组精心策划的照片中,李沁仿佛从古典画卷中走出的佳人,一席新中式风格的淡绿色短裙。 不仅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,更将她的身子勾勒得温婉而又不失灵动。 但绿色,如同初春嫩芽般清新脱俗,与李沁清丽脱俗的气质相得益彰,让人一眼难忘。 最令人瞩目的,莫过于李沁耳边青簪的鲜花与手中青瑶的团扇。 那朵精致的花朵,如同晨曦中绽放的第一缕芬芳,轻轻点缀在她的耳畔, 不仅增添了几分少女的娇俏,更显其温婉如玉,清新脱俗。 而手中的团扇,随着她的每一次青瑶,似乎都在诉说这千年的故事, 既展现了古典韵味,又赋予了现代时尚以新的生命。 李沁的眼神,温柔似水,仿佛能洞察人心最深处的柔软。 她的气质,如蓝芝清幽。 但雅中透露着高贵,每一个细微的动作,都透露出不凡的修养与深厚的文化底蕴。 在这样的装扮与气质加持下,李沁仿佛成为了一幅活生生的水墨画, 让人沉醉其中,不愿醒来。 这组照片不仅展现了李沁作为演员的多面魅力, 更让我们看到了她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。 在新旧交融的时尚潮流中,李沁用自己的方式, 诠释了何为真正的东方美人。 让世人再次领略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。 李沁的美,不仅仅是外在的经验,更是内在气质的流露。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,真正的美丽。 是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,触动人心最深处的那份共鸣。 期待未来。 李沁能够带给我们更多这样的惊喜, 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, 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。